这是一台ATX主机 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 就是这一台恩杰的H1 mini ITX机箱 告诉我 如果下一台电脑 你想装这种小的ITX尺寸的主机 那就请在弹幕上扣一个1 如果你还是想装传统的ATX大主机 那就扣2 让我看到你 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一台恩杰的H1机箱的视频和突变 当时就是觉得 哇 aw awesome amazing 今年我们工作室打算装一台漂亮的小主机 在给大家拍视频的时候 入镜就会好看一点 那讨论来讨论去 还是觉得这一台恩杰机箱比较好看 塔型的结构简约 又有与众不同的气质 虽然之前看过这个机箱的很多资料 但是当真机放在我的面前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发生这样的感叹 wow awesome amazing 首先要说一下它价格 某东的价格在1.7k左右 但是某宝或海鲜市场的价格大约是1.3k到1.5k可以入手 听起来还是有一些些小贵的 但是其实它是机箱电源水冷三件套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很简单不用螺丝刀 先把左边玻璃侧板 稍微往上一抬开侧板就下来了 它是用强化塑料的扣具设计 另一边带冲孔网的侧板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个冲孔网内部还有一层防尘网 然后这部分的外壳 我们从顶部标记三这里开始操作 顶部这里有电源开关 USB3.2接口 Type-C接口和音频接口 把外壳往上一抽 现在就可以看到机箱内部的结构啦 650瓦的SFX金牌的电源 预装好了 水冷也是装好了 只需要把主板装上去就可以啦 片头大家看的这台ATX机箱是追风者的 也是一个比较贵的品牌 机箱我们算300块吧 它这里里面是套360规格的水冷 差不多也要700左右 你再加一个电源650瓦的金牌 大概也要400多块钱吧 所以这台机箱电源水冷 加起来一共也要1400 这样算来的话 NJ-HE的价格好像也不是那么贵啦 当然我们装电脑的时候就是风简油人 讲新价比呢不买比较贵的品牌 可能七八百块也能逃出机箱水冷电源三件 NJ-HE这样成套给你预装好的方案 我觉得是免去了自己装ITX主机 要查资料 比尺寸 找合适应件的麻烦 这台机箱装机的时候 导线的长度都刚刚好 内部走线呢也会很清爽 显得比较顶凑 机箱内部用的板材还算厚实 不会稍微掰一下就变形了 感觉机箱架子挺稳的 电源下面这个水冷是140毫米 水冷这个尺寸要比我们常规的120毫米的水冷 散热器冷排要大一圈 这边可以打开 我们拧下这个螺丝给大家看一看 这边是一块PCIe的转接卡 显卡呢就装在这个位置 它可以装305毫米长度的显卡 也就是有些三分扇的大显卡 是可以装进去的 之前我看过网友的开箱 它这个PCIe的延长转接卡 好像要从Beos里面设置一下才能用 现在我们把这台电脑装一下吧 处理器用的是这个 AMD锐龙56006核12线程 动态加速频率4.4G 售价在1000左右 锐龙5600玩游戏和日常办公 应该还是够用的 CM3架构的热龙5600的热设计功耗 才65瓦 所以我感觉这个140毫米的水冷 对付这颗处理器应该问题也不大 主板用的是这款ROG STRI XB550 i Gaming 现在应该是卖1.3k左右 这都比处理器贵了 感觉用它配这个5600有点升华了 盒子比珍珠贵了 不过没有关系这都是我们老板付钱 你还别说这贵一点的主板 确实做工用料都比较下的多 拿在手里的沉甸电脑 10箱供电容量都塞在这个大大的BRM散热马甲上面 里面是有一个主动分扇辅助散热的 正面是PCIe4的M2插槽 我们装一块雷克莎的ET的硬盘上去 背面还可以装一块M2固态硬盘 但是接口是PCIe3.0的 接口这边的配置相对一般的ITX主板也会多一些 有HDMI2.1的接口和DP1.4接口 BIOS恢复按键和右口这4的USB口 包括Type-C的口都是USB3.2的网口配置 比较好的是2.5GB的无线支持WiFi6 下面这个Type-C口是USB2.0规格的 耳机接口它通电还是会发光的 比较好的主板当然不只是硬件套 像ROG的内存优化技术硬盘加速 AI自动超频都是很好用的软件功能 但是说这些我觉得都是其次 很多人买ROG就是为了信仰为了败家之眼 刚刚我还担心说主板的散热片装到机箱里面会不会挡住 比划了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稍微要注意的就是内存 普通的散热马甲内存是没有问题的 有一些散热片很长的那种内存可能是要注意一点 这个机箱最大支持的内存高度是45毫米 这个位置可以装两个2.5英寸的硬盘的 那在下加进贫寒我就只装一块上去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现在主板的部分全都装好了 我们来装一张显卡 两分扇版的微星RX6750XT12G的显存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背板也很帅 它性能和RTX3070比较相近 显卡上去整个机器基本都装好了 还是很简单方便的 没有普通机箱那么困难 也比大部分的RTX机箱装起来要方便很多 这台NJ-H1 我感觉它是比我印象中的很多横着方的RTX机箱体积要大 它的容量有13升 这个大小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一是里面的空间大一点 装电脑各个部件插线啊 整操作都会更加方便一些 有一些特别小的RTX机箱真的是手都塞不进去很费劲 二呢就是小的RTX机箱最大的问题 就是散热 我觉得空间大一点可能对散热有好处吧 然后像显卡的位置 你是可以装进去一些比较紧凑的三分扇显卡的 那有些比较小的RTX机箱 它可能只能装单分扇的显卡 我觉得单分扇的显卡可能性能释放会没有多分扇的好 有些单分扇的显卡分扇转速也比较快很吵 第三个这个恩杰H1虽然体积要大一点 但是它是竖着放的 实际占用的桌面面积可能会比很多横着放的机箱要更省一点 最后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设计就是 它把电脑的主要接口都藏在底部这个空间里 放在桌面的时候就会比较简洁 ITX机箱散热是一个大问题 那这台恩杰的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用AIDA64单烤处理器测试软件里面 显示的温度是65摄氏度 感觉这个温度是不高的 它这个定制的140毫米的水冷散热器 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用 锐龙5700X这样的8核16线程的处理器的 5700X跟我们现在用的5600的TDP是一样的 也是65瓦 要到5800X才是105瓦 刚刚在测试跑分的时候 我用热成像仪在四周拍了一下 机箱并不算热 靠近冷排和电源出风口这边温度是45度 其他几个方向的温度就更低了 恩杰有个CAM软件 装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监控电脑的温度 和自定义分扇曲线 现在我们时代机的状态显示分扇转速是800转 测试噪音大概是在30分贝 我调到静音模式测试一下 噪音显示25分贝 在温度控制上 NJ-HE在ITX机箱里应该算是挺可以的了 这台机箱我一直觉得它的外观不只是好看 而且很优雅 优雅永不过时嘛 机箱是要用很多年的东西 大家现在也很注意捉搭之类的 如果是我装机预算多 我当然是买NJ-HE这样好看的与众不同的机箱了 我觉得这种小企机的机箱应该是未来的趋势 ITX的机箱的缺点就是很难解决的 受制于空间大小 140毫米的冷排限制了它的散热能力 可能不能上功率太高的旗舰级处理器 但是一般的6核处理器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这种成透的方案用起来确实是要省心更多 我们用ATX结构的机箱已经很多年了 而这台塔式的新机箱 结构设计上的创新真的非常的棒 希望以后多一些这种结构新颖外观又好看的机箱 嗯...好啦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录的视频 多帮我点赞评论 这对我们的账号非常重要 我是说完工厂的饼干 我继续玩游戏啦 拜拜